主料,豆苗100克,牛丸50克,辅料,蒸鱼豉油,盐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牛肉丸稍微解冻后,用刀切一个十字口,十字花刀的深度,愈为牛肉丸直径的二分之一,摘去须根,细净后沥干水,牛肉丸和精水一起下锅,锅中倒入少许蒸鱼豉油,并适量食盐,中火煮开。 锅开后,转小伙子煮五分钟左右,将黑豆苗放入锅中,豆苗很容易熟,小伙子煮一到两分钟即可,烹饪技巧,青青黑豆苗可以换成豆芽,小白菜或者其他青菜,如果不想吃青菜,可以换成粉丝,牛丸粉丝糖也不错。 青青如果家里没有蒸鱼豉油,可以不放,或者用生抽代气,青青牛肉丸不要用超市里散装的那种,散装的牛肉丸会有冷冻哎,煮出来的糖的味道不好,最好选用质量有保证的代妆产品。 青青牛肉丸可以换成鱼丸,虾丸或者鸡肉丸,总之呢,喜欢什么放什么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G牛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